3 2 1 翻选 选我 我想打 我不想进车轮 你去到大车轮以后就8进1 从概率上来说就变得困难了很多 一直很惧怕打车轮这件事 我觉得打无形神可能都费点劲 最后发现还有痘痘这么个怪物 就更没办法了 那就逼到那块就没有办法 杨波 好的 谢谢 加油波打 加油 韩哥赢了 我觉得杨波很强 他那个得看观众急不急吧 那么有请已经迫不及待了杨波 他俩舞台不行不好听 最近脱口秀太火了 我老家一个开足疗店的朋友 都来找我合作 让我 在他给客人捏脚的时候 站前面 讲脱口秀 我说可以 但需要你配合 他说怎么配合 我讲到梗的时候 你扣他脚心 杨波换了个风格 我以前觉得 幽默能吸引女生 我中学开始 就爱写笑话 讲给我喜欢的女孩 她笑得很开心 然后讲给她喜欢的男孩 那个男孩 再讲给我 一个笑话 幽默了一圈 就我不开心 上海 很多年轻人谈恋爱 很现实 是为了分担房租 很现实 其实 情侣同去之后 也会有一些烦恼 有一天我睡得正香 我女朋友把我叫醒 她说杨波 我睡不着 咱俩聊聊天吧 我很生气 我说聊啊 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啊 她开始数 数啊数 睡着了 我睡不着了 你们也能听出来 我的感情生活 并不是很顺利 但我觉得没关系 因为一个男人 最重要的是事业 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当老师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但在我真正当老师之后 我发现并不快乐 并不快乐 我之前 教高中物理 还是高三 压力特别大 提我都不会 学生也很笨 每一个能给我讲明白 后来 我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工作 经常要和老外接触 但我英文很差 每次出去 都是老板给我翻译 后来老板把我开了 可能他觉得 工作压力太大了 每次谈完生意 客户老外 都是过来 加我微信 然后看着我老板 鼓的照巴 我老板看着我 干得漂亮 杨博赢了呀 我说这句不用你翻译 其实 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 成年人的崩溃往往是在一瞬间 之前有一次公司加班 晚上十点 一个女同事忽然大哭 说自己刚做完的二十页PPT 忘保存了 所有人都上去安慰她 老板都亲自过来 一顿操作帮她恢复了PPT 发现只有三页 好啊 最后我想说脱口秀是我的工作 但我生活中不是一个开心的人 我上次笑 还是我哥结婚的时候 新娘炮了 新娘炮了 讲完了谢谢你们 OK 来看杨博讲游主席的头部手 那我是真的误怕了 我以为杭哥会有 厉害的 谢谢谢谢 好 好那么根据拍灯情况 杨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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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级对 嗯 啊 我想问一下 刚刚杭哥选杨博的时候 那边有一阵骚动 你们俩是有什么渊源吗 没有 没有 我们其实是关系很好 但是可能通过今天关系 就不会那么好吧 但是我今天我跟你说 我听完鸟鸟的段子 我就知道了 晋级的人也是会死的 但是我今天我跟你说 你们俩这个风格对撞 还挺有意思的 我想问一下杨博 是什么时候 开始用这种方式表演的 是今年三月份 就是吐槽做完之后 因为我一直没有风格 我想找一个 然后就 硬来的一个 嗯 差不多吧 我觉得当我讲这风格之后 发现我还挺舒服的 看上去感觉 嗯 酷酷酷 这个风格叫 对 杭哥 您走之前有什么想说的 就是 上一期也能有点商务啥的吧 给点吧 没问题 吃点好的行吗 吃点好的行吗 其他的没有了 特别感谢四位老师 感谢 谢谢 对 给妈妈带好 给妈妈带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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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全是很狠的个 我就觉得每一个选手 要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风格 也挺难的 就不断地去找 不断地去试 然后 是的 突然有一天 这个务 不断地去试 这个务了 还剩一个人了 嗯 姐姐上一个了 姐姐是个人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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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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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